我们讲到了八号师的发展 八号师我就说建筑部分 我不会给大家多讲 因为只是想给大家快快过 看见它 这是现在的法克斯工厂 这个建筑现在是一个 像博物馆一样的了 因为当时做的综合建筑 关于它建筑的重大成就 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这个也是格罗比乌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阿道夫·玛耶 他们一起合作的 这个德意志工作同盟 或者工业同盟 工业同盟的德文叫 Walkbund 这个Walk 这个英文的Walk是一样的 等于英文的叫Walk 这个Bund 是等于英文的Bund 是两个字 是工作的联盟 就这个意思 这是德国的设计协会 大家懂吧 1904年就成立了 成立这个德意志工作同盟的人 有三个很重要的人 第一个人大家记住了 那个叫做Hermann Muthesius Hermann Muthesius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Henry Van der Velde Henry Van der Velde 第三个就是Peter Berens 他们共同成立了这个德意志工作同盟 大概是1907年 不是2004年 你们查一查 那现在还有的 他培养了三个学生 一个就是Walter Gropius 第二个就是米斯凡德洛 第三个就是Le Corbusier 他自己又为这个德国的一个 大电气公司做产品设计 就是帮AEG 就德意志电气联盟 又设计了最早的这个 Corporate Identity 所以你们看这个普系表 可以知道 这个第二个人Henry Van der Velde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新艺术运动的第一个设计师 记得吧 1895年 那个比利时人 那么他也是魏玛巴奥斯的电造人 对吧 那么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建议德国成立的这个 Deutsch-Bachbund 就是这个德意志工作同盟 就是德国的设计协会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 政府的一个设计协会 那么然后彼得贝伦斯 不但成立的这个 并且他培养了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第一个就是格罗比乌斯 就是这个格罗比乌斯 设计了这个有玻璃幕墙的 工作同盟的展览中心和会所 那么第二个人呢 他建立了魏玛巴奥斯 1902年 那么最后交给格罗比乌斯 1919年开幕了 就叫巴奥斯 对吧 那么第三个人 他培养了几个 很重要 他培养了米斯凡德洛 这就是我们说 现代设计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米斯凡德洛 没办法摆脱人 第三个就是法国的最主要的大现代建筑师 现代设计师就 Le Corbusier Le Corbusier 是吧 这个其实都是有谱系 可以查得出来的 这个就是格罗比乌斯的这个设计的 德烧报号式的一个布局图 你们看看就是当时的布局用颜色分 我们把它改成了这个中文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原来是个德文的 那么这个上面这个是个五层楼的学生宿舍 这个两层楼就是剧场和食堂 这是一条走道 到这个是一个过桥 这是一条路 这条路叫巴浩斯路 叫巴浩斯斯塔拉斯 从这里过 然后这边就是他开一个职业培训学校 这里是教室和工作室 现在这个楼还在使用 是属于安浩德大学的一个部分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用 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展览间 就可以看到巴浩斯的这个历史的产品 那么这个这是个我们说 联合国的一个文化遗产 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座设计学院 这个连在一起的 学校不大 但是因为周边都没有什么 他也不像我们有什么东门啊什么 所以学生基本上就在这里 吃啊住啊玩啊谈恋爱都在这个里面 这个周边都是田野原来 现在也还挺荒凉的 现在也没什么人那个地方 不是说多么热闹的地方 走十来分钟路到火车站 坐了火车你才可以去到大城市 也有一定的路 这就是巴浩斯的这个联系的方法 你们我们倒过来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部分 看记住这几个部分吧 那我们从屋顶拍了一张照片 你看见这就是联系 那么其中很大特点就是 办公楼是一个两层楼 但是它是架空的 它的第二层 下面是一个架空的空间 等于下面是一条路 楼上是办公楼 还有教员的这个 教员的空间 都在这个过桥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 这是一条路 所以这个建筑是这样的 后来纳税把巴浩斯封禁了以后 觉得这个建筑特别恶搞 所以呢纳税就提出个计划 把巴浩斯这个建筑 这里再加一条 这里再加一条就变成一个万字 就是那个希特勒那个万字 后来终于是没有搞成 搞成的时候我们有点拆 就是后来东德政府 拿了以后也想把它夹屋顶 改成一个民间建筑 幸亏都没有实现 那么建筑还很有幸 现在我们看这个楼 还是1925年的这种楼 那这个倒过来看看 大家看看 这个楼的构造 看见这个是架空的 看到吗 上面是两层 我们再倒过来看看 我连续拍了几张图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楼的这个用途 那现在看清楚了吧 后面是学生宿舍 我们连续用几张图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建筑 现在是什么样子 这个格罗比乌斯很特别 他是认为大家说了解建筑 不能不能关在房子里看 对的空中看 所以格罗比乌斯就找了隔壁的一个公司 德烧旁边有个飞机公司 要融客公司 就找到融客公司去联系 就大家去坐飞机去看这个学校 所以融客就借了一架飞机给他们 就带学生去看 就飞过了巴尔斯的上空 大家知道这是1926年 那当时有这么好 你说我们想让学生看看我们学校 跟隔壁的空军借一架飞机 给大家飞上去 有没有可能啊 不可能的 那当时融客就觉得很好啊 学生了解学校 借个飞机给他们飞就是了 也不收钱 当时的企业家 融客是个私人公司啊 学生就是能够在空中 可以看见这个照片 这就是当时的学生拍的 这第一次看见自己做的建筑 它的空间和立体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了不起 就他们有一个新的 格罗比乌斯当时已经开始 构想很多了 他参加了很多投标的活动 这是他投标的这个芝加哥的一个论坛报的报业大楼 这个标没有中标了 因为它很现代 美国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做这么现代的建筑 那么这是格罗比乌斯 他当时画的几个教员的书舍 这是他用木炭笔画的这个预想图 那个后来书舍就做完了 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个地方的居民区的这个改革的方案 这是我们在建筑史里面讲的内容 那这是他的小区 小区其实是连排住宅 每一家是一块 看到吗 这是一户 等于是完全用预制板来做 预制板 就是工厂里面生产好的在那里吊桩 所以这个建筑很廉价 就解决这个低收入的住宅 这包式的思想 我讲的是社会主义的 就这个道理 这是他建成的这个住宅 刚才是他们的规划 刚才这个是规划 这是规划 就这么样 做成的是这个样子 这个住很多人每家两层楼 这是德国政府出钱 他也设计了一个政府的办公楼 这个办公楼他用了一个圆形的天窗 所以里面很亮 上面没有窗户 很安静 这是格罗比乌斯当时做的德骚的一个办公室 这是他们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参加叫威森霍夫 你们看我那个建筑史第二章 八号师那一节就叫威森霍夫建筑展 这是事业上第一次 现代住宅建筑的展览 就是威森霍夫地方 请了世界的十几个著名的建筑师 来每个人设计一栋 住宅是一个集合住宅 这个住宅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早的 现代主义的这个住宅建筑 这是其中的一栋 里面用了很多家具 也是八号师自己做的 这个灯是八号师学生做的 这个灯后来批量生产了 这些茶具是学生做的 特别是家具 这个家具大家要知道 这很出名的一个学生 叫马歇布鲁尔 马歇布鲁尔 就是格罗比乌斯的学生了 其中出来的这个 他后来跟格罗比乌斯在三八年 也去了美国 他直接就是贝玉明的老师 就贝玉明是挂名在格罗比乌斯的设计学院里面 但格罗比乌斯是校长 是院长 那么直接叫他就是马歇布鲁尔 马歇布鲁尔是上课的时候 从骑上课的那个单车 他住在德上的名具里面 骑个单车 从那个龙头里面得到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弯得很好 用钢管弯 他就弯了一把椅子 这把椅子就变成世界上的 最早的钢管椅子之一了 所以很多人说 第一把钢管椅子是他设计的 其实可能在他那个时候也有别人用 但这个算是最早之一 那这些椅子就是马歇布鲁尔设计的 那最出名的是这一把 这把等一下大家看看 这叫瓦西里椅子 那就是 为什么叫瓦西里椅子呢 因为他的老师是瓦西里康定斯基 那跟老师关系很好 所以他用老师的名字去命名一把椅子 你就可以知道 鲁尔斯当时的师生关系 有多么密切 现在很难想象你们会 使用我们一个老师的名字 去设计一把椅子 肯定是用你自己的名字了 就那个时候 老师跟学生 是非常的融洽 这个是第二任的鲁尔斯的校长 叫Hans Meijer 大家知道Hans Meijer 这是1927年 格罗比乌斯把权力转移给他 就让他去当这个校长 那么他当校长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寂静的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员 所以他在任的27年到32年之间 鲁尔斯就变得越来越少上设计 是越来越多时间是放在这个 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上面 就搞了很多活动 这个时候纳粹党也正在崛起 所以鲁尔斯惹来很大麻烦 跟他有关系 Hans Meijer 但他自己本身是很杰出的一个建筑师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大家都没有讲 后来在我的建筑室里面 我特别提到了 就是他后来跑到墨西哥去了 他是最早把现代主义建筑 带到墨西哥的人 就是这个Hans Meijer 这个 但大家都很仇恨他了 因为他这个政治立场 搞的学校整天搞 搞开会 等于是就是不搞设计了 Hans Meijer 这就是几个建筑的项目 我就快一点的进 Hans Meijer也做了一个教学计划 他的构造就更简单了 格罗比乌斯还有那种 中心是什么 一圈圈围出去 是吧 比较行事 Hans Meijer是一种更加理性主义 就是一个格 一个表格 因为很清楚 大家知道在这个以前 当时的美术学校 没有什么教学计划 就是你来教素描 你来教色彩就完了 那个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发挥 像法国用的 我们叫Atelier 就是工作室制度 就英文的Studio 那就每个老师有个Atelier 你到这个Atelier 选哪个老师的课 这个老师爱怎么教就怎么教 中央美术学院很长时间 是三个画史 第一画史 是徐碑红画史 后面就吴佐仁 他们结的比较老派的 法国风格 第二画史 我看是谁 第二画史 是这个董西文 就是比较有中国民族风的 第三画史是比较有 现代探索的三画史 现在搞了四画史 进化史跟不同的人 那包括是改变的这些东西 就不搞画实制 就是有一个课程表 不管哪个老师换 他的课程内容不能变 这就使得这个课程 能够比较稳定的发展 那个他们做了很多项目了 这些项目现在都很多变这边 我们说现在设计很重要的 他们做的广告 海报也是延续了很多很简单的 图化现代主义 像这张海报 就是招生的 就是他们说年轻人到 包好市来 这个等于说英文的 come to包好市 他是用德文的 rugan是young young就是年轻人的意思 这个很简单 这个1928年的包好市的几个人 在这里造的一个照片 就是其中这个Hans Meyer是这个校长 这是他们做的一些项目 我快一点过一过 他们做的这个 做的很多很多建筑设计 我们这里就把建筑设计就放少一点 那第三任校长就是米斯凡德罗 米斯凡德罗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人 他对他来说客户就是一种 就只要出钱做设计 你承认我的设计我就给你做 所以有些人拿了他的 德国有两个共产党的领袖 一个叫做里布克内西 一个叫罗莎卢森堡 听过吧 这两个共产党的领袖都被这个枪毙了 枪毙了他德国共产党出钱 找了米斯凡德罗做了一个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是用红砖做的 上面有一个镰刀斧头 那个大家说米斯同情革命 其实在当时米斯凡德罗又给 这个魏玛共和国设计了这个 这个到巴塞罗那的德国展 德国馆 就是那个玻璃缸的建筑 那个是跟政府做的 他同时还帮纳粹党又设计了一个作品 就他同时左中右都无所谓 他这个人是不讲政治 所以他到了学校以后 他对汉斯玛尔非常不喜欢 就是把学校搞成一个政治地方 他是非政治化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你看这就是他设计的那个 里布克雷西和罗萨路森堡的纪念碑 这个因为他们是在一个砖墙面前被枪毙的 所以他用红砖来做一个这样的立体主义的作品 来有很强烈 这个东西做得好 他做了很多这种水泥玉制板的建筑 平屋顶 这个后来变成我们现在建筑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形 就是从米斯·凡德罗出来的 这个模型比较早 这是22年23年左右 米斯参加报告是比较晚 报告是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来 是到了31年 这个汉斯玛尔把学校搞垮了 然后德超政府要把学校搬走 那么他们才选到德国那个破电话交换中心去做的 那时候叫米斯出来担任 米斯当时很难 政府给的钱人很少 他要筹款 那个所以报告是撑了一年就垮掉了 米斯 米斯做了这样 好几种这样的民间住宅 用砖做 也用水泥混凝土做 都是平屋顶 他是一个极少主义 极限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言人 这是他 他当时已经画了很多建筑 他比方说他画了一个办公大楼 这个这些是旧照片 那旧照片后面加了一张画 他就说将来的楼是这样 当时大家看了这张照片都很觉得很可笑 说这用玻璃做一个房子 封一来怎么办 他说其实结构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很多预想图在这个时候画 他后来就做了一个玻璃模型 拿给学生看 他说将来的建筑可能是这样 当时大家很震惊 所以这个建筑能这么透明 这么清晰 全部用玻璃 里面是用钢梁 钢柱 但是呢 很多人是认为这不可能实现 这是一个未来建筑 但是米斯说 从技术上来说 我们已经具备了 只是没有条件 所以到美国以后 这个建筑又做起来 就美国把他的梦 变成了一个真实 所以这个是 从这点说 米斯是现代建筑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奠基人 并且他是极简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人 他做的建筑都很开场 很假 很假的这种自由空间 室内的柱子尽量少 很自由的空间 他的院子都是很方正 他们不玩形式 他没有曲线 看见吗 他没有弯曲的东西 大家想从阿努沃 全是弯曲的 到米斯帆多罗 全是没有曲线的 这个才用了多少时间 就用了20年 这个世界就走了很大的一步 他最重要建筑 就是这种建筑了 这个是1929年的 巴萨罗那世界 博览会的德国馆 那个德国馆当时是找了 米斯帆多罗来做 那么预算不高 做一种馆 这个馆是有一个台基 用了这个彩色的大理石 一个平的屋顶 36根柱子 有面巨大的德国旗 这个建筑对全世界的影响太大了 我们说如果1920年代 有三个建筑 可以写入里程碑 那三个你们记一记 第一个建筑 就是1925年的德沙巴号斯 设计师是沃尔特格罗比乌斯 记住吧 第一栋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 这个德沙巴号斯 第二栋 就是这个巴萨罗那德国馆 设计师是米斯帆多罗 第三个就是沙瓦公寓 沙瓦 沙瓦 这个Villa沙瓦 Le Corbusier的 我们写第一个是德沙巴号斯 这个设计师是沃尔特格罗比乌斯 第二栋是这个巴萨罗那 巴萨罗那 German Pavilion Pavilion 这是米斯帆多罗 是米斯 第三个是Villa沙瓦 沙瓦 这个读沙瓦 不是沙瓦伊 这是Le Corbusier 这个是1925 这个是1929 这个我大概说你怎么没有把弗兰克莱特 这个弗兰克罗里特的那个falling water 那个落水别墅放进去呢 落水别墅是37年完成的 那晚10年了 这个最早 当时全世界的真正的现代主义建筑就三栋 美国还没了 这三栋基本上就垫着一个里程碑 这三栋当然坐起来都隔得很远啊 一个德烧在德国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 离最近的城市是莱比西 一个沙瓦公寓 在巴黎的郊区开车去的哪一个多钟头 还有巴萨罗那 这个博览会这个建筑 巴萨罗那博览会看完了就拆了 后来 西班牙人才发觉犯了错误 这又把这个房子重新做了 所以大家现在去巴萨罗那看来是后座的 就不是原来那一栋 就把它拆掉了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你们看 这栋德国馆 真是简单到无以复加 是吧 水池 就是柱子 里面全部是空的 它具有了现代建筑的几个根本的元素 第一个是没有装饰 大平屋顶 这个完全是平的 室内就产生了一个动摇吧 原来我们室内是分房啊厅啊等等 现代室内设计的一个核心点 就是自由室内空间 就只留下一个大空间 房间是可以任意分隔的 这是一个free interior space no decoration 这几个都变成了一些原则 我们现在学设计 这些原则还在用 像我们这些建筑做起来 就是柱子 这个墙不成立的 墙可以打掉 柱子不能打掉 所以空间可以改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二楼的 这个交互设计的那个工作室 我们最近 我让他把两件房子打成一件房 就把中间的墙打掉了 房子没事啊 因为那不是 不是简历墙 不是成立墙啊 所以就可以 就自由空间 我们是靠柱子支撑的 这个道理就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从他们开始 这米斯这个建筑 他就干脆用玻璃做墙 也可以用砖做墙 他里面用墙围了 他有放了一个雕塑像 为什么放个雕塑呢 因为进门的时候 可以看见一个雕塑 这个雕塑的脸朝这边 其实它起一个引导作用 大家知道进门的 不能朝左拐 是朝右拐 因为有一个雕塑 是这样看着 大家就朝那个方向 它有一个指导作用 但是他没有写一个箭头说 朝右走 他就放一个雕塑 你就朝右了 这很聪明的一个设计师 并且设计了最重要的产品 就是巴塞罗那椅子 米斯凡多罗的 现在我的办公室摆的就是 这个椅子的中国制造产品 从东莞买的 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就是29年的椅子 当时就是做的是单人做的 后来现在我们 在我办公室有双人做和三人做的 其实都是后来的人延伸的 他原来没有做三人做 就做一人做 还有一个脚踏 我们叫奥特曼 这个是 他当时在那个馆做的时候是 那个皮革是米色的皮革 后来比较通用是黑颜色的 黑颜色的 那么当然皮革还是比较贵 所以后来出现一些赝品 那就是用了这个人造格的这个材料 那就可以便宜 现在这椅子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赝品 这个 他其实真正的椅子很重 因为他这个架子是铜的 很重他的原作品 这个他在Wisenhof 我讲了一个设计展 那个Wisenhof他米色做的一个一个书舍 这个书舍就像你们的书舍了 是吧 再加高一点就变成你们书舍了 就他第一个做建筑就完全是简单的立面 没有任何的装饰 很简洁 这现代主义在他的手上就变成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 那他的贡献很大 这就是Wisenhof的那个现代建筑展 这个每一栋楼都是一个不同的建筑师做的 比方说这个是勒库布希耶 这个就是米斯凡德罗 这个还在 这个叫斯图加特附近 这地方我跟大家说去过 当时我很想买一套 就是这个里面它是一套套可以卖的 有人要搬走了可以买 买一套 买一套一个好处就是你住在历史里面 但那坏处就是一个地方 你永远不会去住 那买了以后你不是繁星吗 还要每年交地税 后来就想算 这个其实是不是太贵 就是用我在美国的收入买一套是问题不大了 就是说但是后来想你这个梦想 你找个暑假去租来住住不就行了 你干嘛买呢是吧 所以就放弃了 我中年的时候有很多梦想 老想买在这种地标性建筑里面 拥有一个小空间 将来也好说话 现在就这个很幼稚 这个时代就过去了 这是巴奥斯的教员 差不多是所有主要教员 我们认识这个就是沃尔特狗的比乌斯 这是马西里康定斯基 这是鲍尔克利 这个是修凡杜斯伯格 这是利用费宁格 他们有一组非常棒的老师 当时当大学老师要穿得很整齐 所以今天今天11点钟 我们的那个公共艺术展开幕的时候 大家都穿西装 我赶快去打了一条领带 我讲话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 我就说 这个其实在外国这种正式的展览 正式的活动都应该是正装的 老师为人师表 就不要穿得像个驼普来的农民一样 我这个话其实是讲给一些老师听的 就穿得太不像样子 我们有几位老师 永远都穿得不像个老师 有这个感觉吧 穿个凉鞋啊 你身为师表 你穿得像个样子 有些人就不讲 就老师 我是艺术家 你们各位同学 其实读书 也应该有个大学生的穿着 就不要 穿个拖鞋来上课 那我就最受不了了 拖鞋在家里穿 等等 你看看别人的老师 看起来就真是 真正气气的 这就是我讲的大图瓢 谁啊 伊顿 伊顿 伊顿自己设计了旗 这个袍子他自己设计了 他因为崇拜拜火教 拜火教 所以他经常搞很多旗 这个祭祀的事情 但是伊顿他非常清楚了 他把门塞尔的设立体 把它变成一个表 他自己画了 当时没有电脑 用手工画 用水彩画 画出来用这个来上课 跟学生讲 这个有明度 有这个纯度 然后分裂出来 他并且都是对应 所以这个 他用了七级亮度 门塞尔是十一级亮度 就是那个明度 他是门塞尔七级 他用七级 他觉得十二度 是科学的分析 作为学生来说 七级就够了 这他自己做 老师很了不起 就自己做了很多的 这个探索 这个伊顿自己画的画 我们就过快一点 伊顿的油画 我们就这个快一点 他也做一些大师名作分析 把很多重要的作品 就用这个构造来分析 画了很多 他做了很多这样的课 这个他的背课的时候 除了就用几何来分析 大师的名作 也可以用曲线来分析 大师的名作 组成了一些 所谓协调的空间 伊顿 那么他做了他的课案 准备上课的准备 做得可细了 那么学生可以 做很多的试验 我这部分快一点过 他设计了这个火之塔 他用这个摄像的表 来做了一个立体的塔 让学生通过这页 看了一个雕塑 同时也明白了色彩的原理 你看那个时候 老师就是日以继夜 就在学校里面工作 这个是费宁格 Leon Feininger 这是巴浩斯的老师 这是他的一个画像 这是费宁格 这是26年在德勺巴浩斯 拍的一张照片 费宁格他都是画家了 这些人都是表现艺术家 格罗比乌斯希望找一些建筑师 和工业产品设计师来做 但是没有不是太成功 那么就是找到了这些 这是费宁格的作品 费宁格画了一些画 他用画了一种小小的卡通人物 非常有意思的 很善于用小小的卡通人物 稀奇古怪的主意 以及源自他自己脑子里的 这些好多的办法来充满纸面 用发自内心的童话般的想象力 也带人能语这个漫画的效果 这个画很好玩 像一群小鬼 就是这个画都很小 鲍尔克利也是画很小的画 这个巴浩斯看他们的原作很难看 因为他这很小 你看他这个画这个钢笔画 画得很简洁感觉出来了 但是他没有什么 很多细节的描绘 对吧 跟我们写诗主义都不太一样 很小的画 他画一个拉提琴的提琴手 看见吗 后面的比街道还要高 很有味道 这个非常有童心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巴浩斯垮掉以后 也很可怜的 就是他晚年比较可怜 这个他在舞台上还演戏 自己做一把提琴 这是费宁格化了妆 演一个小丑 巴浩斯有很多表演 很多老师都参加表演 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学校 所以今天晚上觉得不错 这个公共艺术在外面搞音乐会 是吧 希望等一下上课你们还可以听到他们一些音乐 这个费宁格的建筑会画 这是费宁格夫妇 他们在巴浩斯的宿舍里面 这是施莱莫 这是巴浩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教员 是欧斯卡施莱莫 施莱莫 施莱莫的作品 他画的一些 他们都很多做抽象画 但是他把这个芭蕾舞 他把它做成了这个人物的设计 就是说他们有很形式主义的 并且把他的这个芭蕾舞的舞台设计 还做成服装设计 都很象征主义 他设计的土耳其舞的一个象征 把这个服装变成一个像玩具一样 这是这个施莱莫的作品 这是演出了 就穿了他的服装 这学生在演出 巴浩斯有个舞台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演出 学生也能够搞音乐 那么这个是在施莱莫 在台上做的帮学生 这是施莱莫 就搞这个巴浩斯学校里面的布景设计 施莱莫画了一张画 就巴浩斯 这个其实就是巴浩斯的楼梯了 有一种走向未来的感觉 这个是 他画了跳舞的女郎等等 概念中的画 这个他经常要学生 根据这个活动模型来画 就不是画真的人体 因为活动模型 它的关节比较容易控制 就知道几个大的动作 人体比较细微 往往被细节抠住 所以他往往用人体这个模型 来取代这个真人模特 来画 基础课其实很 这个练习其实很好 因为这些关节很大的关系 这是他的学生的人体素描 你看巴浩斯的人体素描 然后跟一般的美术学员就不太一样 看到吗 就跟他的训练有关系 他的训练是这样的训练 所以他画出的人体 是这样的人体 他人体当中有很 有轴线 看见吗 他有平衡线的关系 所以他本身是有个韵律 从这个发展到设计就很容易 这个是另外一种培养方法 就是跟普通的美术学校 他走的路 他不是一样的路 当时世界上就这么一家学校 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学校重要呢 这当然还有很重要 就是保罗克力了 克力本身是一个哲学家 他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人 这是克力在自己的画室里面的照片 这是他的作品 他叫基础克 克力 这是克力的画的 他的画也很小 很特别 像色彩 这个测量地 这是克力的油画 这个克力的作品 他很均衡 有很多是用方格来做的 这是克力的这个 这是领上的大车 他用很细的笔来做 这个来做这个作品 这张是非常出名的作品了 Ballaglass 就是很快会变老的人 这个很小 他的画都就这么大 克力很少大画 他这个很近 并且画的东西都非常的仔细 画了很多 你看这个很多箭头 阳光月亮 很多哲理 克力的有一本笔记 有一本日记 在中文是翻译的出版 很早了 80年代初就翻译出版 那本书估计我们图书馆有 就克力日记是有的 这克力画的这个作品 小人打了一个棋 日月 这是他在巴欧斯做老师的时候的一些习作 我们过快一点 这是现在的克力博物馆 在瑞士 因为他去世了很多年 留下了很多作品 所以瑞士做了一个保罗克力博物馆 就成立刚才大家所看见的那些作品 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瓦西利·康定斯基 也是事业上的第一个画纯粹抽象作品的人 他教学生的基础课和色彩课 这是很重要的人物 这是康定斯基 康定斯基是个俄罗斯人 他的first name 就是他的名字叫做瓦西利 瓦西利是个俄罗斯人的名字 这个这是为马了 我们就过快一点 这个瓦西利·康定斯基和巴欧克力 在1929年 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照片 这个他们做的相片呢 是这个 的动作 看见吗 这是在魏马这个国家大剧院 面前的两个伟人 哥德和席勒的塑像 因为哥德和席勒都是魏马人 结果他们两个人呢 就摆出这个动作 来拍了一个东西 说我们也是后世的伟人 当然后来他们都真正是伟人了 就这个 很有趣的两个人 这个奥斯卡·史莱姆 就把康定斯基的这张拼帖照片 就拼帖了他的这个地位了 那是一个崇高声望的 一个一个艺术家 克力他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构成 把他做成了这个艺术作品 绘画并且大量的用拼贴 用简单的抽象的形式 他画了很多这种抽象的作品 这个对后来的这个现代艺术 特别对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影响很大 他的画表达的是一种张力 一种情绪而不再是一种主题 他基本的话都没有主题 像这样的话 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要交代给你们 他只是表现一种感觉 所以看他的画就看一种感觉 看这张画 这个建筑群 这个是一种感觉 非常富于哲理 你看他这张画好像是一个古埃及的文字 但是细看他没有一个符号是可以辨织的 他这个为俄罗斯的音乐家 Mosorsky的那个图画展览会 他画了一张画 表现出用一个抽象的形态 去表达他对一个音乐会的一个看法 他就是为俄罗斯作曲家 Mosorsky的图画展览会的舞台布景之一 那么影音乐可以看出 俄罗斯的东正教的教堂的顶部 有太阳有月亮 但其他的没有什么很具体 可以辨认的东西 他用他的图案设计了一套陶瓷 这个也是有很多非常愉快的图形 这个是格罗比乌斯 后来访问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叫做Moholinaji 看了这个名字吗 这是巴欧斯的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我们刚才看了Schleimer 看了Leon Feininger 记得吧 宝尔 克利 还有瓦西里康林斯基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的就是这个Moholinaji Moholinaji 他到芝加哥成立了一家学校 叫巴欧斯关闭以后 这家学校现在很出名 叫Institut of Design 西加哥叫芝加哥设计学院 后来合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里面 他的奠基人就是这个Moholinaji Nahji是一个匈牙利人 他当时匈牙利是属于奥匈帝国 就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帝国 他到巴欧斯图书就一直留在巴欧斯 他是巴欧斯第一个教产品设计的学生 他跟别的那些老师出生不同 他的出生是个工人 他爸爸妈妈是在工厂里工作的 所以他很懂得机械 所以他在这里教这个产品课 是最好的 就是这个人叫Moholinaji Moholinaji 这个是Nahji 这是42年他已经到了美国的这个照片 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我们看看 巴欧斯还有一个学生叫Joseph Albers 我们看 我写写几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出来的学生 一个是 这个是Joseph Joseph Bayer Albers 讲错了 我看看插一插 那个字 Joseph Albers Joseph Albers 刚才还有那个Moholinaji Nahji 当然等一下我们还看到有这个 其他的人呢 Master Bluerel 他是 也是包括是一个老师 25年毕业于包括是留校 他后来跑到美国去了 在美国的这个 北 凯罗兰娜州吧 建立了一个学校叫做Black Mountain College 叫做黑山学校 Black Mountain 黑颜色的山 黑山大学 那个学校是美国最早期的 这个巴欧斯类型的学校 所以当时有几个学校就开始进行巴欧斯的体系 就三十年代 后半期四十年代 就一个就是Joseph Albers的黑山学校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见Moholinaji的芝加哥设计学院 对吧 还有我们昨天晚上讲过 这个Elio Sarening 在他们来以前已经在美国建立 叫Cranbrook 克兰布鲁克设计学院 记得吧 昨天我讲了Elio Sarening Cranbrook 这样就美国有三个 加上哈佛大学设计学院 后来加上耶鲁大学设计学院 在美国就是无所 就无所 这个是最早的 就是现代设计 德国到美国就变成一个主流 就哈佛和耶鲁都有他们的人了 这是阿尔博斯他们做的这些设计 他们的其实思想都差不多 很立体主义 走这条路 他的音乐 叫做Fugger曲 Fugger是一种音乐的曲式 他用这个音乐的感觉 高音低音 高音低音 他刺痛用这个画面来表达这种音乐的感觉 这是他努力做的一些声响 和眼睛视觉之间的关系 这是阿尔博斯 他画的这个 Golden Rosa Golden Rosa 金翔薇 他画的花 都是抽象的 阿尔博斯有一个训练很特别 学生给都做一个格子 格子里面都是放上一个铁丝网盖子 里面用不同的材料 其实这个作业很有趣 这东西看起来得好看 给你们每个人一个格子 上面一个铁丝网 你们去捡东西放进去 可以是彩色的石头 可以是沙子 可以是树皮 最后做成一个 这个挂起来看 它要很有韵律 这个其实是考虑 考验学生对于色彩 和职彩之间的对比关系 就大家学会 怎么去看这些材料 这是阿尔博斯 一个很标准的上课 做了很多这样的画画 他自己的画像公园 像这样的作品 也都是走这条路 那么他也做了 这样的彩色玻璃窗 他在威尔玛的办公室 做的一个玻璃窗 这是阿尔博斯的作品 那么1928年 阿尔博斯开始 用基本形来组成字体 它就三种形 一个圆形 一个半圆形 一个长方形 他用几个形 希望用它来变成 一种新的字体 就是形比较简单 他也设计工业产品 像金属的果盘 那么阿尔博斯 另外就做了一张 用钢片做的一张椅子 这也是很早的东西 二五年 那当然比较出名的是 那个马歇布鲁尔 他也是其实其中的一个学生 参与者 他做了很多图形 他对构成有很大的贡献 那他的学生做的这个叫片段 Fragment 这个是后来我们很多美术学院 都要上这个课 那么我以前在国内的一个努力方向 就是能够有标准化的东西 更像包奥斯 去培养学生 现在好像觉得这个事情也 也做不到 你说要放弃 我好像也放弃不了 这个靠同学们自己的努力 但是大家也都是 懵懵懂懂的跟着大潮流在过 就很难 我们就说没有办法 这阿尔博斯和他太太在包奥斯 他的太太是编制工厂的 是做这个weave weave就是做那个 我们现在叫染植 知道吧 做布 这个一个历史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立面上的这个作品 就是阿尔博斯的作品 这是现在的一张照片 就是德国还是很记住他 这个Herbert Bayer 这个是很厉害的人 Herbert Bayer 这是讲下面一个研究生 Herbert Bayer Herbert Bayer 也是学平面设计的 他在读书的时候 他很集中精力做这个拼贴 做拼贴 这个是照片的拼贴 这是Herbert Bayer 做一个展览中心的一个设计 他用了很强烈的包奥斯的感觉 我们讲讲Herbert Bayer的谱戏 你知道我们学校是受他影响的 大家说怎么能够这么说呢 Herbert Bayer 这38年去了美国 就在耶鲁大学 成立了耶鲁大学的设计研究院 培养了很多人 比方说设计我们这个真理中的 这个玛雅林英 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 22岁得奖 设计了华盛顿的乐战纪念碑 是吧 现在李先生请他过来 给我们做的这个真理中 他就应该讲 就是Herbert Bayer的这个子孙 这个学孙就很大一代 Herbert Bayer在那里培养了 两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叫Sorbas 索尔巴斯 这个大家听过 美国很重要的 Sorbas 这是他的漂亮 还有一个第二个叫Paul Rennes 保罗兰德 保罗兰德 他们教了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叫做 石汉瑞 Henry Steiner 他们叫了Henry Steiner Henry Steiner 石汉瑞 1963年来香港 成立了 石汉瑞设计事务所 雇了几批工人 第一批给他打工的 1964年 就是我们靖院长 靖代强 你们看这个谱系 很清楚吧 你就推过去 靖的老师 是Henry Steiner Henry Steiner 现在还活着 80多岁 我想请他来 怕他不一定 身体太健康 但是Henry Steiner 就是神一样的 香港现在设计 Henry Steiner 的老师 就说巴斯 Paul Rennes Paul Rennes的老师 就是Herbert Bayer Herbert Bayer 就是八号师的人 大家懂吧 就是四代人吧 然后我们再受他们影响 然后就是你们了 所以你们诸位 其实跟这个学校之间 是有一个基因的关系的 其实就是你推的话 五代人就推回去了 但是你们要有这个担当 就是说 我的确受这个体系的教育 我应该能够做这个事情 你们其实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Bayer Bayer他的很多 搞拼贴作品 他这个滑速上面 把眼睛剪进去 大家知道当时没有电脑 都用手剪出来的 要冲很多照片 剪很多 非常了不起的人 城市的凝聚者 他做这个拼贴 我们叫做Collage Collage 你们知道大学这个字 怎么拼呢 Collage 是吧 C-O-L-L-E-G-E 对吧 把当中那个E 变成A C-A-L-L-A-G-E 就是Collage 记住这个字了 就是拼贴 记下这个单词 Collage Collage 这个就叫Collage 这是他的一些作品 我们就快一点看 这个我们知道 他就开始设计新的 包括是字体了 我们看 Joseph Albers用圆 用半圆 用立体 是吧 后来到了 Hobbj 他就做了这种字体 这种字体呢 基本上是用想办法 把它统一起来 那这几个是比较完美的 比较完美了 但有些宽度 比方说这个U字 它的宽度就太宽了 像这个U字的开口 它很宽 因为它是跟这个等量的开 那么在圆的时候 你解决它体量小 但是把圆开口以后 它用同样的宽度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字比这个字要宽 大家有这个感觉吧 就是这个开口的问题 没有处理好 但是这个一个时代的痕迹 所以呢到现在为止 就是标准的包豪斯字体 包斯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取消了大写 包斯的出版物 没有大写字母 就全是小写 代表一种民主的思想 这是一个包斯当时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做法 它设计一个广告球 这是它的一个做法 它设计了这个宣传画 它的宣传画就是用很立体主义的方式来搞拼贴 那么这个方式到现在为止 还是很多人在用 对吧 就这种几块方的构成 然后加点字体 这个用的很多 现在你看搞平面设计 其实受他们影响很大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受了影响也不知道 因为你是受老师 或者受周围人的设计 但事实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你看他用了这么一个斜的感觉 就有透视感 其实两张照片是平的 等于是把两张平的照片 你上面有一个透视型的一个轮廓把它套进去 你就觉得它有一种走进去的感觉 就是透视 透视就产生了我们说的一种平面设计常用的手法 叫illusion 我们叫这个错视 错视 就是产生illusion的用法 错视是用的很普遍的一种方法 你们要系统的学平面设计 其中有一节就叫错视 那怎么做成错视 这个illusion是用的很广泛 这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一批人像王旭啊 王岳飞啊 他们就用这个用的很多 特别是王旭 然后到陈超华啊 陈寒佳英啊 这一代人 在香港啊 像陈又坚啊 他们都用的很多 现代这批设计师呢 新的一代 就开始就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路了 就是 这是传统的套路 他 他还有几个人呢 我们看几个学生的作品啊 用摄影啊 Juice Schmidt 也是他们的一个老师 那么Schmidt他设计的杂志 已经出现了这种很简单的构成主义 所以这个时候和 俄罗斯构成主义和荷兰的风格派 都有一种内在的关系 人员上他也是交流的 像俄罗斯的构成主义的影响 来自谁呢 来自瓦西里康廷斯基 是吧 他从俄罗斯过来 这个荷兰的风格派受谁影响呢 受犯都斯伯格的影响 他从荷兰过来上课 所以他从人员上面 也是一个交流 他都集中在一个学校里面 这个是很出名的 Schmidt 维报 是设计的这个 早期的这个杂志的封面 Schmidt设计的广告 那是他用透视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就有了一种立体的感觉 这也就是错识 就是给你产生一种立体 其实是一张平面 但是你把字体 用手绘出来 画成这种透视感觉 摆上一块布 它透视是一样的话 你觉得这个字体 也是摆在上面 懂我的道理吧 意思 做了很多这种示范 这个字母其实是一样大小 那个P字 它的站的面积 是一样大小 但是由于它的背景不同的话 它可以构成很多不同的感觉 其实是一个字 就是大家学会用同一个字 到不同的背景去摆 或者是这个字的方向不一样 它可以变成很多不同的形象 这个是一种常规的训练 这个是学生的作业 这是一个班的作业 这张Schmidt的广告就变得很重要了 因为他用了一个 在平面上做了一个透视的一个摆布局 并且用了一些阴影线 所以就产生了立体的感觉 有这个感觉吧 就好像是立体 但事实上是一个措施 就是用色彩和这个透视的办法 这个笔摆起来 这个整个画面就不一样 我们看前面的一些作品 应该是20年代初期 到这个20年代中期以后 巴奥斯开始成熟了 出现这样的作品 就是他用了大概10年的时间 他已经完成了很大的一个工作 这个在全世界的设计学院 当时没有啊 没有人这么做 他们他们走得很前卫 31年 Schmidt开始设计新的字母体系 就用这个几何的方法去计算这个A字 所以他每一个他都有一个度量表 并且有一个圆心 你看这个这个是一个圆的圆心 是吧 这个圆心和其他东西的关系 这是一个圆心 他都标出了 这是另外一个圆的圆心 你看这是一个圆 这是一个大圆 他们之间的互相有关系 所以这个字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写成的 它是一个内部有关系的一个结构 字体设计 这个巴奥斯很重要 Marian Brandt 这是做产品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布朗特 玛丽安布朗特 女教员 女教员 Marian Brandt Marian Brandt在产品设计史上 有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是做了大量的金属产品 并且这些产品很多移植生产 这个是Marian Brandt 这个布兰特他也做一些拼贴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Collage 拼贴 这是Marian Brandt的咖啡壶 这就是巴奥斯时候设计的 一个女老师 你想在那么早的时候 在二十年代 他已经做出这样的 这个产品都是圆形 半圆形 你看他这些跟刚才那个字体 是一样的一个做法 都是用计算的方法来做 然后用很标准的方式去生产 但是他是能够批量生产 就是他们已经用这种几何的方式 为批量化生产奠定了一个基础 那这个东西如果材料问题解决 不是银的 而是不锈钢的 或是铝的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 谁都能够拥有的产品 所以巴奥斯为批量生产 奠定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但是德国没有走通 因为马上打仗了 而美国让他们走通了 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是一个巴奥斯 最漂亮的一个茶壶了 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收藏的东西 这在巴奥斯打安馆有的卖 那是银器做的太贵了 几百美元嘛 反正是那个是很贵 因为它是限量产品 它不是说买给大家用的 是放在那博物馆里面的一个产品 但真是非常漂亮 那个一个老师做出这样的作品 给学生看 你是学生受到的影响 学生又做出了很多的产品 就是变成一种加倍的繁殖 那记住这个设计师的名字吧 叫Marian Brandt Marian Brandt 是一个在产品设计上 很有影响地位的一个设计师 那这是他做的一整套这个茶具 就刚才的那把茶壶 还有这个茶壶打开口 这个茶壶里面是有一个茶托 知道吧 就是这个茶叶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里面 把盖子盖起来 就是泡茶嘛 大家懂吧 这是一个几个部件 每个部件都是标准化 并且都符合一定的 内在的几何关系 所以他能够很简单的 把它组合拆卸 这个生产起来很容易 他设计的台中 30年 还在鲍斯时候设计的 这个钟到现在看 也觉得很现代 这个钟比我们在街上买到的 很多钟都还好看 它很简单 并且这个钟很少的 第一次在那么早的时代 没有字 就用刻度 这个现在还是管用 因为他这个12个点 你大概看位置就很清楚了 并且没有颜色 就是黑白两色 就很简约的一个设计 所以Marian Brandt 在现代产品设计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开创了一个时代 刚才前面看的 都是做建筑 做平面的多 从他开始就做产品了 这是他做的台灯 这个台灯 现在看的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想象 在他以前没有这样的台灯 就像一个工具灯 这个工作灯 而这个灯呢 它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好用的 它并没有多少美丽的造型 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的课 看的都是有装饰的 漂亮的灯 对吧 这个是没有装饰的 而这个就开创了一种 机械美的一种前途 我们看他这个触摸式的台灯 就是没有开关 一摸就开 现在我们有这个灯吧 就是靠感应的 那么早30年 他就做这种灯 这个也是了不起 就晚上你不太清楚 一摸到就可以亮 我们很麻烦 晚上要起来摸灯 开关挺费劲的 是吧 那个他这个就一碰 他就着 很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他设计的这个烟灰缸 你这个烟灰缸 就当中一个玻璃 一个铁丝卷一个托 要清的时候 把玻璃拿出来一洗 再放回去 是不是很简单呢 简单到无以复加 而功能又非常好 我们这个外面 这个几个桌子 我看那些同学抽烟 我就跟李浩宇说 你就设计几个烟灰缸 结果他就用 他们用竹子做了几个 那个清洗很困难 我老想到这个 我说放这么一个东西 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就很可能 两天就不见了 因为他太漂亮了 是吧 就是他 他有简洁 但是他不简陋 这个上面有一个槽 放香烟的地方 那么就是抽了一半 可以放在上面 做了一大批 因为包括是抽烟的人很多嘛 这是他做的一个金属烟缸 这个烟缸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圆圆的 当中有一个托 这个托是在里面的 把这个拿起来 下面就可以清洗 然后再放上去 就是一个槽 这个托旁边 这个外面这个漏斗 跟当中不完全接 就是有一个槽 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就是烟灰掉下去 所以把烟灰抖一抖呢 它都到底下去了 这个上面的是干干净净的 看不见烟灰 看了烟灰是很难看的 对吧 他这个看不见 烟灰都在下面 你就清洗下面那个钢 非常好的设计 布兰特也做拼贴画 当时的人都什么都做 就不是说单一的 这张照片很难得 就是学生在学生的工作坊里面 这个老师也挺好看的 剪一个男孩子的头发 很清纯的一个老师 他年纪获得挺大的 Marian Brown 这个马歇布鲁尔 就这一位了 第一位 就是涉及杠杆椅子 他是巴奥斯的研究生 格洛比乌斯一支 就是担心说巴奥斯 没有自己的这个老师 第一批老师都是画家 就想培养一些做产品的 留下来当老师 就是从研究生培养 那么第一批研究生就五个人 这五个人毕业就全部留下了 留下了就包括这几个都是他们 除了莫沃利纳吉以外 Herbert Bayer Joseph Albus 马歇布鲁尔 都是 还有包括Marian Brown 布朗特 都是学校自己培养的 培养出来就留校 那个留校以后 这些学生都不错 这是马歇布鲁尔 他最早说是 有些受构成主义影响 设计的家具都是方方正正的 就像我们这把沙发一样 这种他设计东西 就这一类东西多 就是这种 那么 因为当时的工业条件不足了 所以他很多产品要考虑到手工椅像 这把椅子的表面是编直的 大家知道用编直用帆布 编直成的 那么也是很舒服 但是呢 作为批量化的工业化生产 还是略显不足 所以他寻找一种新的思路 这是他做的一批木靠背的鞋 这个就用两个帆布 这个比较特别 他考虑的人机工学 就人和产品的关系 你们看这是一个坐的部分是帆布的 这个是靠的部分是一条帆布 但多了一条 看到吗 就腰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坐下来的时候 背是顶的一条 坐是一条 腰还有一条 就等于说你整个背都抗着 但是用的材料很少去用帆布 这是他的包子的产品目录里面 介绍了这把椅子 他们进行小批量的生产 小批量的生产 他设计了这个玻璃立柜门 这也是读书的时候 二十六年他刚刚毕业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已经做作品了 你们诸位研究生 你们毕业的时候 准备交件什么作品 这是跟你们同样年龄的人 他设计的这个魔术系统 用这么一个单位 做一个魔术 用这个系统来设计图书馆 做拼合 魔术 Modular 一个标准的单位 用一个Modular来做 Modular有很多 他做了他的魔术单位 这就是他的模块的标准化 加距离模块的标准化 这是33公分 33cm 这是每一格是33cm 用这个33公分 作为一个基本的魔术 来做加距 所以加距是整数 或者是对等的 或者半数 所以加距 它的拼装组合 它就很容易 因为它都是属于一个魔术单位 大家懂这句话吧 就Modular System 魔术不但用在家具上面 也用在建筑上面 小是用在平面上面 Modular System 在乌尔姆设计学院 字体图案 都用魔术来做 这样的设计呢 它就有一个规格 因为它属于一个网格体系 听懂我的道理吧 这就是怎么用魔术单位 这个这是马歇布洛尔的 魔术单位是33公分 是作为一个简单的魔术 后来到了Le Corbusier 它就改变了 它用一个人的 这个一米八高的人的 这个钱币的长度来做 46年的 那是另外一个魔术单位 这是用魔术单位 做的一个练习 它刚才做了一个 平面魔术安排 它现在做一个 立体的魔术的这个推演 然后做了这把椅子 这是符合魔术的 这就是世界上 最早的钢管椅子 纪念它的老师 叫马西里椅子 这把椅子现在看 还是好看 毕竟很好做 很好做 有早期的 我们现在在中国美术 美术馆的 八高斯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那张 是用帆布做的 就学生的作品 后来正式生产的时候 用皮的 这个生产权后来给美国公司买去了 美国公司最大的 我们后来讲 诺尔公司 K-N-O-L-L 诺尔公司现在是控制了它的生产 那么美国三大公司 其中诺尔公司是生产 八高斯的所有的作品 另外一家 Hermann Miller 就是在美国 美国本土设计师的作品 第三家 Steel Case 就是前卫艺术家的作品 有三大家 这是1930年 德国 Deutsch Wargbund 工作同盟 看到吗 这个字 德国 德意志工作 工作业同盟 在巴黎举行一个展览馆 它就展览了这个钢管家具 所有这些家具 都是马歇布洛尔设计的 它开创了一个钢管家具 设计的一个新时代 现在就变成滥伤了 我们到处都是了 对吧 它设计了整套的钢管的套装 凳子 大中小 表面上面的颜色不一样 所以拉出来是一套色阶的 很好看 它做的梳妆台和镜子 也是用这个33公分的 魔术单位去做的 这很准确 马歇布洛尔 这个有很多人用它的作品 我们看到这个 德国很著名的一个演员 他的在柏林的住宅里面 他的用品 基本上都是马歇布洛尔设计的 就变成一种流行的时尚 这是他的公寓里面的 餐厅里面的这个套装 是马歇布洛尔的作品 这是他的客厅的作品 也是马歇布洛尔的作品 所以马歇布洛尔是在 巴欧斯的教员里面 第一个实现了产业化 就他的产品变成产业化 并且开始变成世界流行 这个很了不起 并且卖到现在还在卖 就是很快的完成这个路 他设计的一个立柜 这个立柜很特别 你开的时候是开了这个部分 这个这边可以放衣服 但是当中留了一小块 这有四个抽屉 就立柜的中部有四个抽屉 这符合人的高低的 这个他设计的海报 就是马歇布洛尔 这是他的名字了 他设计的一张作品海报 这是一张摄影作品 这个是叫布洛尔和他的后宫加利 后宫加利就是他 他这个是马歇布洛尔 他帅哥 但是他又不花 所以就很多女孩子 喜欢跟着他去做设计 因为包括是女学生多 所以要他跟女孩子 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挺尴尬的 他不太好意思 你知道吧 后来到美国去了 哈佛大学当教授 八几年去世 这个我们看的那个 贝玉明的这个电影里面 有一段回忆布洛尔的 说是 Sun is everything for him 阳光对他说是所有的东西 在设计里面他对阳光 阳光的他叫Sun worshiper 阳光崇拜者说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就是贝玉明那部电影 这是马歇布洛尔 到了美国以后 他已经出名了 这是他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 在波士顿 在哈佛大学当教授 他自己有一个公司 你们看一个人老起来很快是吧 这是年轻的时候是吧 这个然后到老的时候 老的时候 老也挺好看的我觉得 这是格罗比乌斯 请了一些教员 到他这家天台去做 这个日光玉他们这个是 这是哈佛特拜尔 两个男学生了 没有女的这里 这个他们很多party 那个时候很热闹 学校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地方 这是汉斯玛尔 他的孩子在包号师出生的 这个孩子 30年 这是第二任校长 他们都晚婚 那个时候 大家的工作忙 都是三十几岁 四十岁才结婚 结婚都很迟 这个是1976年 当时看的那些小学生 他们齐聚回到德韶 包号师在这里 照了一张照片 这些人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了 都是当年的十几岁的学生 这时候大家约好 76年 东德还没有垮 好不容易搞到签证 回到一看 包号师还没有拆这个房子 这张历史照片 这张照片很感人了 这些学生都是垂垂老者 还是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学校 这个包号师也很了不起 变到现在 我们跟他没什么关系的人 也还不断地去平跳 我们这个 昨天说在座的 你看我们这里有陈染去过 青青去过是吧 我们这里起码有两个人去过 还有谁去过啊 你们这里面 就是说 我们未来还会有 更多的同学会去 就还是去这个建筑 还是在那里上课 你想这多感人啊 就是一个 好了 我们今天的我想 的换灯就放到这里十点钟了 你们就下个礼拜 我们再来开始讲 美国 美国设计 就这段时间美国设计 然后我们下面就讲 德国设计 日本设计 意大利设计就这样 好